土耳其的强症酿成了严重的伤亡 各国的资源也不断的涌入 而土耳其驻台办事处 也公布了目前急需要的物资项目 华联市长魏佳燕 号召同仁一起捐赠响应 活动发起短短不到一天 就募到了超过上百份的物品 要送往灾区 提供灾民以及救难人员来使用 公所同仁拿着毛毯保温杯 睡袋等保暖物资 不断涌进公所大礼堂 没多久时间就摆满了整个大厂桌 而这些物资全都是准备要送往土耳其 提供灾民使用 保温杯在家里大概都不止一个 那我们想说把保温杯 能够送到他每一个人的手上 在饮水上没有东西吃的同时 能够有水可以喝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非常简便 我今天捐出这样这个税 大概是其实是我之前为了登上而买 所以还没开封过 那当然我也希望说 我们土耳其那边的灾民 可以赶快度过这一次的难关 土耳其强症酿成严重伤亡 华联市长魏嘉燕则号召同仁 针对土耳其驻台办事处 公布的急需物资进行响应捐赠 没想到活动发起短短不到一天 就募得超过上百份全新物资 希望帮助灾民度过难关 天气的关系所以都希望让他们能够在寒冬中 不管是灾民灾区的灾民或是救灾的人员 那也希望说能够保暖自己的身子这样 华联市公所目前募集的对象只限公所同仁 并没有对外开放 但未来若有扩大需求 华联市公所也强调将会尽全力协助 而这批物资同意会在14号送往土耳其驻台办事处提供的地址 将华联人的爱心送到土耳其灾区 记者 徐立芹 华联市报导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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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